英雄本色铸就了传奇,让周润发狄龙吴宇森起死回生,甚至成为了港片的分水里。 导演吴宇森是张彻众多弟子中唯一得到张彻真传的,而且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 但是因为公司原因,一直拍摄着自己不喜欢的喜剧片,尽管换过邵氏、家和、新一城,吴宇森一直没有实现自己的报复,甚至一度被血藏。 这部电影最开始订的导演是徐克,徐克看到剧本立马想到了吴宇森,并称他是最适合这部电影的导演。 徐克表示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,吴宇森帮助他很多,现在他有难我也不会置之不理。 其实电影中小马哥和宋子豪的感情就是我和吴宇森的感情。 其实周润发在这部电影之前一直都是票房毒药,甚至在张婉婷《秋天的童话》中, 投资方因为知道是周润发主演,甚至一度想扯掉投资。 可是没想到在这部电影开拍前,周润发的英雄本色大火,投资方立马改口。 周润发看在导演张婉婷的面子上,毅然接受了这部电影。 在英雄本色中,其实周润发最开始并不是主角,主角是张国荣饰演的宋子豪。 因为当时片中的三人周润发、狄龙、张国荣,只有张国荣事业正红,人气暴涨。 周润发和狄龙孕育不得志,但是由于周润发演得太出色了, 雕火柴棍吃盒饭的经典镜头,一度盖过了张国荣。 吴宇森最后选择疯狂给周润发加戏,直接将周润发改成了主角。 最后凭借该电影,狄龙和周润发都获得金像奖影帝称号,唯独张国荣没有获奖。 吴宇森表示十分地对不起张国荣,张国荣也是很大方地回应到没关系的。 吴宇森后来也曾为张国荣量身打造了一部电影,可是还没等电影开拍,张国荣就过世了。 知道这个消息后,吴宇森在片场当着全剧组哭了近一个小时。 大家怎么看呢?关注我,还有更多电影幕后趣事。